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公读圣路家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交集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支付一切魔鬼,治好疾病的能力和权柄,派遣他们去宣传天主的国,并治好病人。 他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什么也不要带,不要带滚帐,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金钱,也不要带两件内衣。 你们无论进了哪一家,就住在那里,迟到离开。 如果有人不愿接待你们,而你们就离开那城,同时抚去脚上的尘土,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 于是,他们就出发,走遍各乡村,宣报喜叙,到处治病。 上土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这一周,从主日弥撒,我们听到了,耶稣是特别教他的门徒们,他们都是渡过加利利亚海,到克法翁,耶稣是在做什么? 他在教训他们,他在教导他们,什么,参加这个天国的扶船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耶稣告诉他们了,现在也在派遣他们。 也是在派遣他们之前,一直在提醒他们,扶船需要一个技巧,才可以成功。 一个人能够做,把清楚的福音传出去,需要技巧。 第一个技巧,就是什么?要团体。 所以耶稣不是派遣一个一个,他派遣他们。 两个,两个,要团体。 第二个,你想,我们要做扶船,有效的扶船。 那我们到哪里? 耶稣说了,你们进哪一家就住在那边? 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做扶船,我们是不是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一些压力去压别人。 我们是跟别人去住,住了慢慢。 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跟他们的沟通的方式。 我们对他们的包容,我们对他们的样子,就是扶船。 就帮助他们,这些人也会悔改,会认识耶稣。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扶船,我们是指责别人说,你要悔改。 可是我们还没有加入他的家,我们还没有进去那个人的家。 那我们怎么让他悔改呢? 所以扶船需要技巧。 为什么? 比方我们圣养会,我们的会主,他很在意这个。 每一个会是被派到一个地方。 第一个,要花时间好好的把当地的语言读好。 当地的文化了解,才可以开始扶船工作。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能扶船如果我不会讲中文。 我也不能每次来就跟大家说,啊,非洲是这样。 托哥是这样。 扶船不是这样。 先要了解当地的文化。 当地的语言。 跟他们融入。 从他们的文化当中,就是把天主的圣言加入。 建主的圣言是来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的文化。 医治我们内心的疾病。 这个是建主的话的力量。 所以,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文化说它很坏。 可是我们只要把天主的好消息。 其乐的福音传给这个文化。 那这个文化呢,如果它内有一些不解的事。 就,天主的话会把它慢慢慢慢的掉下来。 会医治这个文化。 会医治这个人。 这个是扶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那耶稣就继续了。 那如果你们去不要带钱。 不要带两件内衣。 这个很重要。 从多哥要飞到台湾,我要带多少钱才可以活。 我要带多少衣服,因为坐飞机只有20公斤。 所以,就是不用担心这些。 只要去。 尤其是耶稣在告诉我们。 我们要扶船。 我们要去扶船。 不用开始算。 我们只要相信天主。 所以扶船是来自天主。 是天主拜见我们。 他会照顾我们。 他会提供我们所需要的。 可是如果我们先开始。 我需要多少钱才可以去。 我们永远不会扶船。 今天耶稣又继续了告诉他的门徒。 那如果你们进了一家。 那没有人接待你们呢。 那你们就走。 就离开那一家。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意思是什么? 不要被卡在一个地方。 我们要不断的想办法把耶稣的好消息传出去。 不要被卡到一个地方说我去这里。 他没有接待我。 我就放弃了。 那我们就离开。 我们要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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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带的东西 第二个 我们到哪里 先不要做我们是最聪明的 我们先要了解那一家的文化 那一家讲的语言 那一家的痛苦的喜乐 这样我们可以 我们先同理他们 再可以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他们 那第三个 那如果我们遇到困难 不要放弃 也不要被卡到那里 我们要不断的想办法 继续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 让我们也像耶稣的门徒一样 今天耶稣也在派遣你 在派遣我 让我回到可能我的家里 让我回到我的那个大楼那里 让我回到我的办公室那里 让我也去我的村庄里 传他的福音 我要问我自己 我了解我家的人吗 我对他们有同理心吗 我为什么跟他们 闯不出去这个福音呢 我了解我的大楼的人吗 我跟他们的关系好吗 我要问我自己 那我所住的地方 我对他人在路边菜市场 这些我所遇到的人 可以看到我是一个喜乐的人 我带着一个喜乐的好消息吗 我们祈求人神的建筑 祈给我们勇气 祈给我们勇气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愿意 当他的福庄的工具 谢谢大家